4月25號是萬名法輪功學員中南海和平上訪21週年 疫情期間 加拿大法輪功學員以獨特的方式舉行紀念活動 多位加拿大聯邦政要表示 一如既往的支持法輪功和平反迫害 疫情期間 多倫多法輪功學員以居家燭光悼念的方式 紀念425和平上訪21週年 多位聯邦政要通過網路 表達對法輪功學員堅持和平反迫害的支持 加拿大國會議員吉尼斯表示 會積極推動國會通過反活摘器官法案 我們繼續在加拿大國會議員吉尼斯表示 會積極推動國會通過反活摘器官法案 國會議員詹姆斯備贊表示 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者應受到制裁 國會議員吉尼斯和備贊 以及退休參議員迪尼諾都強調 法輪功學員對信仰和精神的追求是基本人權 不該因此受到打壓 要求使用法輪功學員 建議員吉尼斯知道 我只是說我們仍在中國的共同一致 基礎的權利是一種神秘的規則 所有國家都必須尊重 再次說 我準備要站在你 前面 背後 任何你放在我 確保你得到的權利 新唐人 加拿大記者站 採訪報導